- 大家好我是P-L 如何在健康捐讓菸漲價的時候呢 如果你在路上突然間有菸的時候 你該如何向路人吊菸呢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試鏡測試 如果你在沒有菸的時候 你跟路人吊菸 究竟路人會不會給你 我們就從新絕江下手吧 Let's go 先生不好意思 可以跟你要一隻菸嗎 可以跟你要一隻菸嗎 菸喔 好 可以 好晚了 謝謝 直接拍喔 對 謝謝 哈囉可以跟你借一隻菸嗎 借一隻菸 謝謝 這個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你喔謝謝 好沒關係沒關係我等一下再點過打耳機謝謝 先生不好意思可以跟你要一隻菸嗎 謝謝 沒問題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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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一隻菸 一隻就好 謝謝 欸 哈囉不好意思可以跟你借一根菸嗎 謝謝 謝謝 吸過很多人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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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 從新絕江離開了 然後 我人生中第一次 因為 耀煙 然後 滿身大汗 整個 整個頭都是汗 就是 整個瀏海裡面都是汗 然後呢 我們在 經過這樣子耀煙的過程中 我們在第一個 被他打槍了 他們 他就是狠狠的拒絕我們 然後 在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跟第五個的時候呢 他們就願意給我們 甚至有的是 說 隨便我拿 但是有其中一個 他是說 我是不是跟很多人要過 那我就跟他說沒有 對 然後 呃 大致上 其實就 差不多是 這樣 就是 第一次那麼不要臉 在 路上 然後跟不認識的路人 要煙 從來沒有這樣過 對 所以大家看在我這樣子 滿身大汗 然後 要到四分煙的份上 記得按讚分享 然後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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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